炸彈 炸彈, 快走 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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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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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为过去十多年来 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 这个结一天解不开 就算我苟且偷生 也没有意义 你明白吗 我也知道我根本无法说服你 我只是不想失去一个朋友 好自我也是吧 好自我 一二二二一 一二二二 一二二二 一二二一 一二二一 叶强 快走 打人 站住 开 快 快 站住 快 别跑 别动 快追 别追 幸亏你们及时赶到 你们怎么知道到这来了 爸 希望报的警 你报的警 你走了之后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看见教堂外 有好些黑帮的手下 鬼鬼祟祟的 我担心会有事情发生 所以就 这次算已聪明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跑得了一次 跑得了两次 第三次未必就那么幸运了 这是我和高婷之间的事情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处理的 我再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有法治的地方 你要是再乱来 我一定抓你 你们不是说放长县钓大鱼吗 大鱼在哪儿 投诉的电话 投诉的信倒是不少 那些市民说 听到教堂传来叮叮叮叮的声音 还以为里面在放鞭炮呢 教堂是多么庄严的地方 竟然让黑社会闯了进去 还上演了一出枪战戏 你还要有机会 局长 自从复仇天使这件事爆发以来 弟兄们日以继夜 马不停蹄地展开调查 我们尽力了 这就是你们日以继夜 马不停蹄的诚意 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 还有你 上次水仙酒馆发生的事之后 就应该吸取教训 怎么还让他们有机可乘 报告局长 发生那件事情 也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警察局是请你们来白吃饭的 你既不能防止罪案发生 又不能破案击打凶手 你怎么向市民交代 过两天 那些记者要来这采访 臭我们 你们就不能给我这个局长一点面子 好让我下台吗 局长 我有个提议 说 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 不如我们给南京警局总长捎个信 让他把杨铁城带回去 看着他 这样的话高厅一个人就不能成事 大家都有好日子过 铁叔 我看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你说来听听 局长 照现在的局势来看 根本就是杨铁城和高厅的生死斗 杨铁城他已经豁出去了 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怎么也不可能受到管制 再说他已经离开了科兰 如果想要找他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那你的意思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再多拍些人手 盯住高厅 这么一来的话 第一 我们可以防止事情的发生 第二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内 抓到杨铁城 好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只要发现了杨铁城和高厅的踪迹 你立刻给我把他抓回来 是 还有 我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们 这件事情就已经办好了 明白吗 明白 出去 是 队长 好 用点心啊 哇 这么多双眼睛盯着 亮高厅也不敢轻举妄动 杨铁城要是敢来的话 我就真服了他了 他再不出现 我们等到什么时候 你以为他不会对付高厅吗 打起十二分精神了 天气这么冷 在这儿当班很辛苦 要不要到我的饭店喝点什么 我已经吩咐手下人 他们会好好招待你们的 不必了 我只想提醒你 杨铁城目前就像疯狗一样 你千万别惹他 否则我也保不了你 我是个生意人 除了做生意 其他一窍不通 何况 还有你们警察 在这儿保护我呢 我怕什么呀 这家伙做人那么狡猾 那么嚣张 即使被杨铁城杀了 也死不足夕 我们干嘛在这儿浪费时间 谁叫我们是执法者 执行任务 对不起 我想问一下 你看见这么高 一个四方脸的男人吗 没看到 对不起啊 你自己麻烦找吧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想问一下 你看见这么高 更四方脸的男人吗 对不起啊 彩虹 彩虹 怎么样 没有 他究竟在哪儿啊 我们一定要比高婷 先找到他 否则 他会有危险的 他这么离开 就是怕连累我们 本来我让他住在我那儿 顺便劝他留下来 没想到 他心意已决 他怎么这么傻呢 为了一个无恶不作的人 断送自己的前途 还是达叔说得对啊 当一个人的情绪 达到饱和的时候 就像一座沉默的火山 随时都会爆发 杨铁城一夜之间 失去了至亲至爱 他是怀着抱怨长大的 所以他一定会想报仇 都是仇恨害了他 如果不是小时候的 悲惨经历 也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了 应该说是当年 龙鹜屯的大火处理 不当害了他 而今天的局面 要负责的人太多了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当我知道 他一直都在金钱上 资助孤儿院的孩子的时候 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是个好人 所以 我心里一直把他当成朋友 我跟你一样 每次看到他英勇捉贼 极恶如仇的时候 我就肯定他是个好警察 好人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下场的 你好像比我还关心他 那是因为我把他当朋友啊 可是朋友有困难 我们都帮不上忙 你赶紧去投胎啊 投胎的另有其人 我赶紧去采访 什么事儿 一个少女为情自杀 多好的新闻 你回来了 今天都去哪儿了 找了一天的资料 我给你泡咖啡 不用了 我来 我来 你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啊 有什么不同啊 没看见吗 你就故意装瞎子看不见 这儿 好不好看 干嘛花那么多钱 我看你最近又忙又累的 所以想给你增加点生气啊 我看上去就这么没生气吗 杏儿 你们都在这儿 正好 有事儿吗 我想约你们去舞会 舞会 什么舞会 明天晚上七重天举办一个化妆舞会 我想约你们一块去 好啊好啊 很久没有跳舞了 我们一起去吧 我很忙 没时间 我不去了 忙 忙你也得喘口气啊 你 你怎么有心情参加舞会了呢 我最近 比较闷 所以想出去散散心 你该不是想见盐铁城吧 我已经好久都没见到他了 对啊 七重天是高庭的大门 铁城在那儿出现 也是有可能的 杏儿 对不起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你们到底谁陪我去啊 杏儿 你要是想去的话 我可以陪你去 盆哉怎么会凌空飞骑 是谁把他打碎的呢 你说什么 你们到底去不去啊 我看到一个小盆灾 凌空飞骑 然后被人给射中 掉在地上后粉碎 你有感应到什么呢 那又代表些什么呢 我只知道感应一来的时候 就会有事情发生 可是 会是什么事情啊 对了 杏儿 你帮我感应一下铁城在那里好不好 神经兮兮的 你吓唬谁啊你 你胆子那么小 怎么当警察 我和柯兰还有杏儿 明天要去参加一个化妆舞会 你要不要也一起去啊 你没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哪有力气跟你们去跳舞啊 难道那个复仇天使真的那么厉害 把你搞成这样 天宋回来了 怎么样 找到没有 我跟你说千万要找到他 否则他落在高亭手里就没命了 我要早知道 就不应该放他 闹得大家都鸡犬不宁 铁城又没有错 你干嘛要抓他 他杀了人呢 他杀的都是坏人 是在替天行道 对啊 警察捉贼是天经地义的 执法者就应该为民除害嘛 可是他用的是私刑啊 而且这件案子已经结案十多年了 如果十多年前公正处理龙乌屯这件案子的话 铁城哥也不会像今天这样 好了 这个案子我们警方会处理的 你不用下操心 天宋啊 铁城是好人 再说你们从小一块长大 你可要记着旧情啊 妈 如果我还念旧情的话 怎么公正啊 哎呀 天宋啊 你不要处理他 要不然我怎么跟他死去的父母交代呢 他是一个执法者 他执法犯法 如果我们现在不去追究他的话 将来我们警方怎么面对大众啊 我跟你说 反正他不是坏人 他没有做坏事 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不要处理他 妈 我是你的儿子 你怎么老是为他想不为我想呢 难道你希望你的儿子是一个假公祭司 毫无正义感的警察吗 如果有正义就应该站在公里这边 对啊 把一个大好人关在牢里面 算什么正义 这次我可不帮你了 现在一个杀人犯在你们心目当中是个好人 而我这个秉公处理的执法者 在你们心里面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那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公里这两个字要重新定义了 我们有什么错 妈 算了 算了 只要铁城哥没事就好了 来 多留点神 知道了 杏儿 爸 爸 铁叔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参加舞会啊 这城市这么大 为什么偏来这儿参加舞会啊 爸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这个舞会最盛大 不行不行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们不能在这儿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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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有你在 我们怕什么 爸 而且啊 柯狼和我哥一会儿也会来 你放心吧 嗯 就是啊 再说了 那个杨铁城 不一定敢来啊 哦 是不是啊 哎 怎么了 我没事 那我们进去吧 爸 嗯 走啦 小心点 嗯 走啦 铁上 走啊 走啊 这么多人 怎么找啊 他会不会来啊 是啊 人这么多 真怕克兰找不着我们 馨儿 我们先进去吧 克兰还没有来呢 好我们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好吧 先生 把这个交给你们老板 这里面是什么 交给他就知道了 老爷 刚才有人送这个盒子来 什么人送来的 是个男的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好 是小宝的陪葬物 哎呀 谁那么取得呀 老板 一定是他们设的计 对 老爷 喂 喂 我是 什么 好 他怎么会儿 嗯 老爷 你快点儿 啊 走啊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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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去开车 快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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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少爷的坟墓没被人动过 是谁在玩游戏 目的何在 老板 你看 岂有此理 高老板 不用说 你们是接到消息来的 答案在这儿 高先生 这件事就交给我们警方来处理吧 您可不要请去旺东啊 好 我等你们的消息 彩虹 我去办点事 马上就回来 铁城哥 没事的 放心吧 天城哥 这儿很危险 你赶快走 你明知道这里很危险 下面有警察包围 上面有高婷的手下 你根本没有办法下手的 我没有时间 也不可能回头了 等我把事情办完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 赶紧走 你还有大好前程 犯不着为了高婷去送死 我没有选择 你有 想想周围关心你的人 想想孤儿院的院长 柯兰 我妈 还有我 还有我 彩虹 难道 你就不能为了我们而 好好地活下去吗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可是这个结 在我心里摆了十多年了 今天我必须把它解开 你明白吗 难道 你忘了我们一起去海滩的日子吗 不想再陪我跳舞吗 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舞伴 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舞伴 天正哥 彩虹 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常去孤儿院看看那些孩子们 我相信你 我老师 单狮 我老师 直接张派 你 我 摆 我 我 看你 请 杏儿 看来他们还没有来啊 我告诉您件事 什么事啊 他真的要行动 我劝了他半天 他都不听我的 这儿很危险 我与赶会发生什么事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希望克兰赶快来 复仇天使为什么要放假消息说 高小宝的坟墓被挖了呢 还不是想把高庭引到那儿 然后杀了他 那为什么把我们都叫去呢 人多了反而坏事啊 我也搞不得 克兰 你懂不懂啊 我在开车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会不会开车啊 我懂了 动什么啊 高庭平时行踪不定 可是只有一个地方是经常出现 七重天饭店 杨铁城要是想动手的话 什么地方最合适呢 七重天饭店 可是七重天饭店最近保安森严 杨铁城想动手的话 恐怕是不容易啊 嗯 所以杨铁城如果想接近高庭 他就必须把住手在七重天的保镖和警员全部支开 他才有机会闯入七重天饭店 然后刺激行动 杨铁城怎么会有把握 那高庭一定上当到坟场去 杨铁城知道高庭的致命伤是他的儿子对不对 所以拿他的儿子当幼儿的话 高庭一定会上当的 这么说杨铁城现在一定应该在七重天饭店了 没错 哎呀糟了 杨铁城正在那儿跳舞 那我们还等什么 快走啊 我也才刚想明白啊 快啊 大哥 到了 老板 好 我 我 让开 你们在外头等我 是 你们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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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 你 你 这些人 在哪里 我写你 我写你 你 要 那 呢 那边 克兰 哥 你怎么现在才来 没看到铁城 杨铁城呢 他在楼上 铁叔 不要再说了 你先带他们回去 这实在太危险了 克兰 我们走 好 小心 那边 这里危险 我们走 彩虹 我们走啊 我不怕 彩虹 快走了 走 快走吧 彩虹 快走啊 铁城 铁城 冤有头 债有主 我今天就是来讨回二十多年前的债 我等这一天 已经等了十多年了 小兔崽子 想跟我斗 来弄点 这是我的地盘 你想干什么我都清楚 你想杀死我没那么容易 我能活到现在说明我有本事 你想报仇 这辈子你就别想了 他想杀我 高庭 把枪放下 抓住他 起枪 他想杀我 高庭 我是警察 为了维护法律 阻止你杀人 我必须开枪 高庭 我是警察 阻止你杀人 我必须开枪 好 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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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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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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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再来一下 请警官 看这儿 李队长 李警官 看这儿 来 请警官 好 好了好了好了 各位记者请坐 今天请大家来 不用我多说 各位也一定很关心 复仇天是杨铁城的事 杨铁城跟高庭在七重天火避 随着两人的死亡 十多年前的 龙无屯案件结束了 而且近日来的仇杀事件 也告一段落 我们警方是绝对有能力 保护市民的人身安全的 希望大家以后继续支持我们 对我们更加有信心 请问局长 听说警方这次能够破案 查出复仇天使的身份 全靠报馆记者柯兰 提供相关线索是吗 可莱先生确实是帮了我们的忙 不过最后还是靠我们英勇的警察 合力及凶消灭罪犯 今天特地颁发一面锦旗 给队长李铁与探员秦天松 好 谢谢 来 亲警官 看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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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警官 下一下 亲警官 下来 看那边 好 还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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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风露宿 歇歇会吧 喝杯咖啡 人家特意给你冲的 趁热 好 先放那儿吧 你在写什么呀 柯兰 浩颖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是来找柯兰 送一些关于杨铁城的资料 你来得正好 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医生发现 原来他患有晚期的肺病 晚期肺病 怪不得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经常跟我说 怕时间不够 怕时间不够 原来 我刚写了一个开头 要不要过目一下 当你已在妈妈温暖的怀抱里 进入梦乡的时候 可曾知道在寒冷的街头 参风露宿的滋味 当你围在爸爸的膝下 欢笑作乐的时候 可曾听见角落里 悲伤啜泣的声音 杨铁城 一个孤儿的真实故事 原来你是在写杨铁城的身世啊 是啊 我想把杨铁城的故事写出来 让世人去评价他 他到底有没有做错 到底应不应该死 其实我跟杨铁城之间 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大家都是孤儿 我想我可以体会到 他内心的许多感受 虽然我知道 他做的是违背法律的事情 只可惜 我无法阻止他 那个杨铁城刚愎自幼 不肯定彩虹地劝阻 刚才浩颖不是说了吗 就算他不死 也是晚期的肺病 他不会哀惜自己的 杏儿 我跟杨铁城接触过 他是个外冷内热的男子汉 事者已矣 他的确是一个 值得我们同情的人 大叔 看我给你送什么东西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种酒 观察久了自然就知道了 好啊 还是你心里有我啊 我们原来喝酒 好 怎么 你怎么心事重重的 没有啊 是因为杨铁城的死而难过吧 你怎么知道 观察久了自然知道 要不是我给警方提供了线索的话 杨铁城也不会落到最终这么一个结果 有时候我觉得是我害了他 当我的记者不是好好的吗 干吗非要多管闲事 去帮警察查案呢 结果到最后 连自己的朋友都给害了 真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对还是错 真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对还是错 一个杯子如果落地 它必然会摔碎 难道就因为它不能再复原 你就永远不用杯子了 对不对 但是杨铁城的死是整个事件的必然趋势 你写的文章我看了 该说的你都说了 该做的你也都做了 你不欠他什么 当时天宋向高庭开枪的时候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 天宋脸上也是充满了复仇快感的样子 他 他像 是啊 这也许是天宋性格中 残忍杀戮的另一面 不可能 不可能 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孤子 孤儿很可怜 自从认识了杨铁城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比我更加可怜的人 一直以来 我都很想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 可现在想想 却有点害怕之道 好像 你是怕自己 成为另一件 用奴吞的遗孤 怕自己会成为 另一个养铁城的 翻版 不会 铁城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叫你不要那么地冲动 不要去报仇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听我的劝呢 第一次见到你 就知道你抱着必死的决心 因为你知道自己有病活不了多久 你虽然 没有亲手杀了高婷 但是天宋 总算帮你完成了心愿 你终于可以安心地去了 你是一个执法者 是不应该滥用私刑的 只不过你对自己的过去太过执着 你用你自己所谓的正义之枪 去了结你的仇恨 可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你为你自己挖了个坟墓 安息吧 我的朋友 事情发生之后 我真的很自责 我也很后悔 当初不该放你走的 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后果 彩虹 你来了 我在收拾铁城的遗物当中 发现了这封信 是写给你的 好了 我们走吧 彩虹 不想你看到这封信 但是我相信你会看到 如果我不是已经被绳之以法了 就是已经死在高婷的枪下 这是一条不归路 我一直不相信命运 甚至怨恨上天夺走了我的亲人 让我有如此悲惨孤独的命运 可能他觉得太亏待我了吧 在这里又让我重新遇见了你 这一份不言而喻的真情 是上天赐给我最后 也是最珍贵的一件礼物 你很在意我的咳嗽 坚持到医院给我取药 这些我只能感激 我知道自己的病是无法医治的 不是我不珍惜你 是我已经无从选择 我必须以我仅有的生命 义无反顾地完成复仇的使命 时间会消失 我祝福你 有一个快乐幸福的明天 好 找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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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认为这个凶手 有可能是一个死亡天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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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